一名男子不顧一切 冲向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 死命狂奔 一名远警在后头追赶男子 后来更出动一台警车 一起加入追击行列 男子狂奔200公尺 最后钻进巷子里 还是被警方赶上 只能束手就擒 乖乖回警局 警方搜索落跑男子的车辆 结果在车上发现一把改造枪支 在座位底下 桃园警方7号接获报案 被害人表示 与男子起争执 没想到对方联手自己的爸爸 有人殴打他 男子的爸爸 还拿出疑似枪支的东西 挥舞威吓 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追查 没想到找来男子到案说明时 男子不愿意配合搜车 直接跑出警局 结果警方最后找到一把改造枪支 即时发已经上膛的子弹 警方将因枪炮弹药 刀卸管制条例 以及伤害等罪嫌 将涉案的三人 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 记者刘志展周梦如桃园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by bwd6